哇 现在上海这个天气真的是 热辣滚汤 哈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如果说到热辣的话 相信大家一定能想到我靠老花吧 因为鸡鸭鱼 羊牛猪 这些东西我都吃过了 但是你有没有吃过大脑啊 那我们老祖宗来吃东西 讲究以行不行 没有 我只是想把上海吃掉而已 那属于小伙伴的人都知道 我是不爱吃那种非主流食物的 在我印象中 好像是吃过两三次 但都只是小小的米一口 尝了一小点点味道 不敢多吃 但是最近用脑过度 我感觉大脑被轻空 热辣滚 OK 那么今天咱们来尝试一下 次次一道 串鱼鸣菜 酸辣烤脑花 阿祖宗我们已经解冻好的脑花 这个脑花 真的 我都不敢想 这脑花 这样能吃 终于定 哦 我们把这个脑花给它取出来 有一种神秘的秘密 我们先清洗一下 把这个脑花的血水给它清理一下 洗干净的猪脑 我们要像这样 拍打一下 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表面上有这个 筋 把这个筋膜 给它撕去一下 去腥入味 直接撒上盐 料酒 白胡椒 放在这里 醃漬香 去腥蒸香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炒尿 Information 首先我们把泡酱拿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泡酱 Ace conse 来了 有一點感覺了 我們下入泡醬 泡辣椒 豆瓣醬 火鍋底料來一塊 炒花椒放入蒜末 蔥花和泡蘿蔔 哇 很香了 放開啤酒 放點鹽 生抽 蚝油 雞精 這個料汁 那叫一個新 嚐個嚐個 過癮啊 把這個放在旁邊備用 這個豬腦花我們也醃製好了 我們把它洗乾淨 再把它逆乾 放進我們這個稀薄碗裡面 稀薄碗底下 蓋上一些蔥 防止它湖底 然後一個碗裡放上兩個老花 然後再把我們的這個 這個汁倒進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 好 因為我要燒炭了 所以開通通風一下 這個才叫做烤老花嘛 是不是 我們等這邊火力稍微起來一點 我們再開這個 就開始冒了 有感覺了 有感覺了 我們開這邊 但是烤老花還是要多烤一個 以前我不愛吃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爲誰說裡面有特別多雞神蟲 所以在本來我就不怎麼敢吃的情況下 更是雪上加霜 更加不敢吃了 但是只要我們做熟就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烤個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了 關火關火關火 這邊這個我要怎麼拿下來 這是個冒險活 最後再撒上我們驕傲的蔥花 蔥花 香菜 才多了吧 12根 小米辣 今天終於做一次你最愛吃的奶了 嗯 怎麼樣 好吃 老花 你吃得不要吃太多老花 哇 這一坨太大了吧 再拿一點泡菜 啊 嘗一下這口 哇 好吃啊 還可以 所以應該是你今年第一次吃老花吧 這一坨老花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一坨老花 怎麼好吃的東西 哈哈哈 味道太濃了 吃不出老花的味兒 它就是吃這種苦感的 我不信 還信不信 嚐一下這一整塊 吃腦補腦 嗯 軟綿綿的 像吃豆腐一樣 你有喝過料嗎 哈哈 哈哈 你吃雞不給你啊 不給你啊 我讓我吃雞中感覺乖乖的 你曉得它是老花哦 所以你吃雞就覺得可以 哇 我這個調料很香啊 泡菜 小米辣香菜 折耳根 勇士一口門一個老花 哇 好好吃哦 好 我老婆已經吃飽了 他倒是經常吃老花 我以前做真的是很嫌棄老花 就是那個火鍋裡面煮過那個老花 我覺得我筷子我都不願意伸進去那種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同類人啊 今天竟然突破了我的心理防線 其實還好 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心理問題 就總感覺想著吃的是一個腦子 會覺得有點奇怪 那味道是相當不錯的啊 還有老花口感 有點綿密的感覺 很像豆腐 但又沒有嫩豆腐那麼嫩 也沒有老豆腐很多疙瘩的感覺 然後就是綿綿的帶著那種混味 哇 再來一塊最後一塊了 吃完這塊我就今天就吃了一整個腦花了 不得不說真的是挺美味的 喜歡吃腦花小夥伴在家裡面 一定要嘗試講我這種做法 真的很香 連不吃腦花的人都會變得愛吃 哇 酸辣開胃 宵夜必備 雖然是好吃 但是也不能吃太多 一個人可能吃一個半左右 就會覺得有一點膩的感覺 那麼多年竟然都沒有得到吃的 這麼好吃的美食 今天也算是沒擺過 OK 那麼以上訊息 訂閱給大家吃的酸辣開胃烤腦 還是非常不錯的 那視頻結束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幫我點擊關注留言 收藏的分享 我是每週三和每週六都會更新的 小翔哥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 掰了個掰